日本面临两大天灾 一个是南海海曹巨大地震 另一个就是今集的主题 首都直下地震 顾名思义 首都直下地震 会对包括首都东京都的首都圈 造成严重破坏的地震 会直接打击日本的心臟地带 相信不少观众听过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 这就是上一次发生的首都直下地震 首都东京和附近地区 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发生大地震 所以日本政府已经针对这个地震 而成立了专家小组 进行相关调查和推算受害程度 专家小组估计在最坏的情况下 首都直下地震可能造成23,000人丧生 经济损失高达95兆日元 这个金额差不多与国家预算的115兆日元匹敌 而发生机率估计在未来30年内有70% 换句话说 首都直下地震随时都会再次来临 最深日本先前已经介绍过 南海海曹巨大地震 今次就深入讲解 有可能直击人口高达近4,500万人的首都圈 当中包括人口有1,419万人的东京 首都直下地震 要预计万一东京发生地震时会造成怎样的破坏 这样就先要理解东京一带的土地特性 看看日本政府的地震防灾网站 这里可以找到一幅日本地图 地图里面有黄色 橙色 红色 还有紫色的范围 分别遍布全国各地 今次就将焦点放在东京 地图上面大部分范围都是红色和紫色 就算不看说明 相信观众都会意料到这样是代表危险 地图上面的颜色是表示土地表层增幅率 这个是有关地震发生的时候 实际地面摇动幅度的指标 数值越大就表示摇动幅度越大 土地表层增幅率大概超过1.8 那就代表摇动幅度比较大 2.2以上就代表极大 蓝色的范围是0.8以下 黄色和橙色是0.8至1.8 而红色就是1.8以上 红色的范围可算是危险地大 以东京中心的23区来说 东边是紫色 表示情况比较坏 不过西边都差不多 都有很多红色和橙色 看了这幅地图就可以理解 就算发生低过8级的地震 东京都会因地质脆弱 而有不少建筑物受到严重破坏 补充一点 日本有法律规管建筑物的内震标准 在地震发生时防止建筑物倒塔 保护居民的生命和财产 重点是防止建筑物倒塔 地震后房子可不可以继续住 或者办公室大厦可不可以继续用 这就是另一回事 如果对起在丰州的塔头住宅大厦有兴趣的话 那就要先考虑地震后 那里会变成怎样 监约包括东京的首都圈 人口近4,500万 这个数字差不多占日本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加上政府主要机能都集中在东京 还有商业活动都以东京为中心 所以日本政府对东京的防灾十分重视 政府在2013年11月制定了 首都直下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 目的就是为了在首都直下地震发生的情况下 维持首都核心功能 同时保护国民的生命身体和财产 避免受到严重的灾害 这个法律在同年12月开始实施 根据这条法例 内国在2014年3月将震到6月以上的地区 和海啸高度3米以上 和海岸提防较低的地区等等 指定为首都直下地震紧急对策区域 并且通过了首都直下地震紧急对策推进基本计划 以及政府业务连续性计划 看看重点的首都直下地震紧急对策区域 这幅地图就显示了相关的区域 范围十分之大 除了全国东京都之外 还包括鄰近的院 包括以下整个院的范围 有企育院 千叶院 神奈村院 还有以下院的一部分 有群马院 磁城院 匿木院 长野院 山梨院 和正江院 其实所谓首都直下地震 不单是指东京都23区的范围 而是指某程度上影响首都机能的地区里面所发生的地震 如果范围里面一旦发生地震 这样就会对国家运作带来严重影响 而首都直下地震紧的首都 比1956年颁布的首都圈整备法里面紧的首都圈更加大 1923年发生的大正关东地震 可能会在我们有生之年里面再次发生 导致首都直下地震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来自东京以南海域的上无海曹 先前的北海道巨大地震特辑 还有南海海曹巨大地震特辑里面 都有介绍过日本临近的海曹和海溝 南海海曹和在2011年引发了 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的日本海溝之间 就可以找到上无海曹 在1923年发生的大正关东地震 就是上无海曹所印发的 日本位于四块板块交界之上 有欧亚板块、北美洲板块、菲律宾海板块 还有太平洋板块 这四块板块互相重叠 形成复杂的地质结构 太平洋板块在日本海溝潜入北美洲板块之后 又进一步潜入菲律宾海板块之下 而菲律宾海板块就在上无海曹潜入北美洲板块 在东京湾指导防种半岛的地下 形成向地下深处屈曲的复杂结构 在这个板块边界板块互相黏住 菲律宾海板块以每年几cm的速度 持续潜入北美洲板块下面 就是这样在两块板块之间累积了能量 当这些能量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绿地的板块就会反弹 引发起大地震 上无海曹地震的机制 和其他海溝型地震有点不同 它的震源区域比较近绿地 几乎位于神奈川远和千叶远的正下方 所以上无海曹地震 同时具有海溝型和直下型的特点 可以引起强烈的震动和海啸 因为上无海曹周围的地下结构非常复杂 所以造成了这个独特的因素 补充一点 直下型地震是指绿地之下 较浅位置发生的地震 这个地震有点特征 例如震源比较接近地面 通常深度在地下大概20公里之内 还有震源位于城市的正下方 所以会造成严重的灾害 虽然通常不会引发海啸 但上无海曹也有海溝型地震的特点 所以首都直下地震发生的时候 同时都有可能受到海啸的威胁 过去发生过的上无海曹地震 除了1923年9月1日发生的大正关东大地震之外 还有1923年12月31日发生的沿路关东地震 还有1993年5月27日发生的永仁廉仓地震 上无海曹地震 从海啸等等地质记录数据来看 已经确认了在这3000年以来发生了9次 平均发生间隔在300年和400年之间 实际发生间隔就由200年至600年不等 以地球的历史规模来看 这样都可以视为有规律性地发生 不过造成首都直下地震 不单止是上无海曹地震 在大城市下面发生的地震 令人印象最深的 可算是1995年1月17日发生的板神淡路大地震 这个地震破坏了神户 总共令近6500人丧生 大概10万座房屋完全破坏 亦有大概10万座房屋部分破坏 这次地震就是在六甲断层系和野岛断层发生的地震 断层地震令人不可以轻视 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直到现在 已经在日本全国选了97条主要的活断层 调查它的活动历史 并且评估了地震规模和发生机率 首都圈里面的主要活断层 在这些活断层里面发生机率最高的就是三浦半岛断层里面 称为武山断层大的大概11公里长的部分 如果这里发生地震规模可以达到6.8级以上 未来30年里面发生机率被评估为6-11% 虽然这条活断层平均每1600年至1900年之间发生地震 但最近的一次活动时期 推算是大概2300年之前至1900年之前 假设这个地震以平均活动间隔重复发生 这样它就已经到达了期限 这个情况就好像富士山爆发一样 不过去到目前富士山还没有任何爆发的迹象 事实证明了断层地震发生间隔并不是很规律 所以要计算未来发生地震机率就比较困难 现在研究结论是未来30年里面6-11% 这个机率在日本内陆活断层里面 会被归类为高机率的一群 日本政府对全国的活断层进行调查 来计算地震发生时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 对可能引发7级以上地震的主要活断层带 进行个别的长期评估 和首都直下地震有关的 有关东地域的活断层长期评估报告 在2015年4月公开的报告第一版里面 将关东地区分为6个区域 计算了每个区域的地震发生机率 同时指出关东地区整体在30年内 发生6.8级以上地震的机率在50-69% 6个区域分别是包括关谷断层的区域1 包括长野盘地西原断层大的区域2 包括深谷断层大的区域3 包括增根幽灵断层大的区域4 包括北伊道断层大的区域5 还有包括施鱼村静江构造线断层大的区域6 其中区域3包括东京都大部分地区 千热园和其浴园 6.8级以上地震在30年内发生的机会率是1-3% 区域3里面全国深谷地层 和全国凌赖村断层同时活动的时候 可能引发最大的地震规模是8.1级 但它的发生机率还未被评估 刚才也有提及过东京一带的地质 地震造成的震动强度不单止取决于地震规模 和断层的距离 还会因地质的软硬和厚度等因素而有很大的变化 在关东地区很多人居住的关东平原 是一个叫做充积平原的地方 由于土壤和泥沙厚厚地堆积 地震当时地震的震幅容易变大 而填海地区的震幅也会相对较大 首都直下地震包括的范围很大 相信不少观众对东京的情况比较有兴趣 所以在这里集中看看地震对东京有什么影响 说到地震 建筑物可否抵受地震而减少损失 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东京都有两成的民间特定建筑物 和一成的防灾上重要公共建筑物 缺乏足够的内震性 民间特定建筑物是只有一定规模以上 给很多人用的建筑物 例如学校和医院 还有灾害关时在救援活动上需要用的建筑物 包括老人院、幼稚园、托儿所、社会福利设施 另外还有不特定多数人用的建筑物 例如有百货公司、酒店、戏院等等这些建筑物 以防灾上重要的公共建筑物 是指大规模灾害发生时可以继续维持功能 并且保护地区居民生活的设施 具体来说 包括设置灾害对策总部的厅社 医疗救援活动的设施 避难收容设施 例如学校、公民馆等等 这些建筑物需要去到100%的内震化 根据东京都的计划 民间特定建筑物和住宅的目标 是在2015年之前内震化得到90%以上 2020年之前得到95%以上 其他例如大型爆破公司、酒店、戏院 以及作为灾害时医疗活动据点的灾害核心医院 防灾上重要公共建筑物等等 目标是在2015年之前内震化到100% 整体上东京里面的公共建筑物 已经大部分有足够的内震性能 另外东京都都市整备局制作了小冊子 说明有关地质和建筑物的综合危险度 看看这幅东京都的地图 以颜色来显示各个地区的危险度 深红色是最危险 淺蓝色就是最安全 是以各个地区的地质特性 建筑物的数量 还有建筑物的特性来计算 有关地质的特性 是指土地表层增幅率和液化可能性越高 就代表越危险 建筑物数量指密度越高 代表火灾越容易蔓延 途生也越困难 所以就越危险 而建筑物特性 指建筑物构造上具内震性能越低 而且起好的时间越长就越危险 综合以上的数据 就计算出各个地区的危险度 地图上表示 东京都的东面比较危险 这些地区集中在23区里的东北面 包括江湖村区、角色区、竹立区、方寸区 这些地区都是众所周知的旧区 另外还有南边的大田区和品川区 西面的中野区和参并区 如果去日本留学 或者想搬到东京住的话 那就要留意哪一个区比较危险 而去避免居住 另外去东京玩的时候 避免选择较危险地区的酒店流宿 都是一个理想的防灾方法 所谓首都直下地震 如果仔细看看各个地方的特性 就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 而不是地震一来 整个首都圈或者东京都会变得同样危险 先后介绍了引发起首都直下地震的两大原因 上无海曹活动和活断层活动 无论是海溝营也好 直下营也好 地震发生周期有时并不规则 要进一步了解地震发生周期 不如看看20世纪以来 世界各地发生的8.7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时间 这些地震集中在1952年至1965年这13年里 和40年后21世纪初这几年里 所以有研究人士认为 世界现在只处于地震活跃期 地震未必依照一定的周期 人类开始准确预测地震只是近这100年 开始用地震观察仪器以来的事 再之前的地震就要通过历史资料和地质学数据 来研究古老地震的发生情况 但是和现在的数据相比 古老地震的数据精度比较差 这样就对整体的研究造成障碍 地震有分不同的威力 例如有人类无法感应到的极小型地震 去到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 这些规模非常大的地震 小型地震经常发生 而大地震就很少发生 在日本国内 每日大概发生500次以上地震 其中测量到震到1以上 遥防的地震大概有5次 不过人类感觉到的地震 每日就发生3至6次 一年里面发生大概1000至2000次 根据古登堡里克特定律 即GR定律 4级地震比6级地震 发生频率大概高100倍 GR定律是一种 表示地震规模和发生频率 关系的法则 通常表示地震越小就越频率发生 越大就越少发生 当以X族表示地震规模 Y族表示累积地震次数 这样就会呈现几乎直线的关系 这个法则在理解地震活动特性的时候 非常重要 以日本全国这10年的平均来看 4级以上地震每个月发生70次 5级以上地震每个月发生9次 6级以上地震每个月发生1.4次 7级以上地震每年发生1次 8级以上地震每10年就会发生1次 接着看看关东地区发生地震的频率 将焦点放在2001年至2010年这10年里 关东地区大概200平方公里范围里的地震情况 规模0以上地震有10万次 1级以上有53000次 2级以上有10万次 3级以上有1500次 4级以上有338次 5级以上有34次 6级以上就有1次 而这个期间里没有发生7级以上地震 而在明治时代以来120年里来看 7级以上就发生了5次 这些和根据GR定律所导出的结果几乎一致 另外有一些具体计算地震发生机率的方法 主要活断层大的地震和海溝型地震会重复发生 它的活动间隔推算是遵从BBT分布 利用BBT分布就可以计算出 在某一个时点起30年内会再次发生地震的机率 另一方面 有情况是不知道过去最近一次活动时期是什么时候 在这个情况之下 假设地震是遵从Polarsan Process 这样都可以计算出未来30年内发生地震的机率 所以在统计上大概可以预测 某程度规模地震发生的频率 但这个结果因为正确度非常有限 当然不足以作为预报地震 经过以上的计算 首都直下地震在未来30年内有70%会发生 根据现在的研究结果 还未可以准确地预测首都圈直下地震 将会在哪一个具体地点和时间发生 在日常生活做好防灾准备 是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